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骑士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也勉强算是一集高清重制吧 那也顺便聊一下 最近官方的话呢 放出了变形金刚第四集和第五集 骑士柯博文的新玩具 那我今天的话呢 也给大家聊一款 变形金刚第四集的时候 推出的一款Leader Class的柯博文 Atomus Prime 它是跟一款钢索共同的组合包里头的一款 那为什么我今天又特别挑它来做呢 是因为我这一阵子呢 我深了收到好几位名有馈赠的变形金刚玩具 其中有一款的话呢 就是全新的这个组合包 那这一款组合包里头的那个钢索呢 我前一阵子呢 在做日版的AD20的时候 刚好有拿出来做一个对比 然后这款OP的话呢 就顺便的话呢 就再利用这一集拿出来闲聊 也顺便是表示 跟这位朋友表示感谢了啊 你寄来的东西呢 我已经收到了 那我今天的话呢 就也趁着骑士柯博文推出新玩具嘛 我们也一同来聊聊 这个第四集之后的一个OP的造型的话呢 因为当时有非常大的一个颠覆啊 那变成那个骑士造型 而且这种卡车的外形呢 也都有所变化 连那个冷兵器的部分呢 都增加了 这个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骑士大剑啊 跟骑士大盾啊 跟先前那种赛博坦的那种风格的兵器 都是完全不同的啊 当时大家也是对这款模具 甚至不止这一款啊 包括它的一个first edition的那个版本的话呢 大家都是恶平如潮的 想想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啊 今天聊这个 有没有唤起大家那个愤怒的回忆呢啊 西部之星的卡车 那我这款组合包里头的配色来讲 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的蓝色特别的深 这是原本的原色 基础模具的颜色 一看的话呢 我忘记我当年在做这个影片的时候 因为它当年我做它的一个 开箱的那一集影片呢 我的档案里面呢 好像没有补救到啊 再多提一下我的频道 YouTube频道呢 在2020年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个悲剧啊 我怎么今天都一直讲一些往事啊 算了 反正本来这一集就是要做一些 唤起大家一些回忆嘛 那我那个频道被盗走之后呢 我有很多的影片是没有救回来的啊 那我忘记当时 我有没有用夜巡版来称呼它啊 当然玩具可能没有特别讲吧 但是我自己觉得 就以往那个变形金刚玩具 都会有所谓这个夜巡版的配色啊 我自己觉得它这一款的话 就有点像是在 在深夜当中 在车在公路上奔驰的 这个西部之星的卡车呢 或许它的蓝色呢 就会像这样吧 而这款模具 它的确有一点 就是除了这个之外 它的车窗是白色的 基础模具是 是人家当时 大家戏称是尿黄色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亚观啊 那它除了这个蓝色跟黄色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 它的一个电镀的这个面积 特别的大 它整个盾牌都是电镀的 以及它的电镀的一个质感品质的话呢 我觉得是当年的多个重途版本里头呢 我自己觉得算是最好的吧 跑到后面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闪闪发光 它的武器 这个模具的武器 可以完美的收纳在车子的底部 盾牌也可以扣在这边 滚动性的话呢 其实也还不错了啊 那我们这个骑士OP的话呢 在变迹刚刚第五集的时候呢 Voyage Class是有推出新的模具 那整个变形的话呢 可以说是进化很多 那我们可以一同拭目以待啊 接下来推出的新模具 那我们一同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吧 首先的话呢 会把这个车顶带给打开 这个地方上面这里将它给挑开来 哦 挑开了 我一直觉得挑开这里的话呢 我当年把玩这个玩具呢 越变越多次呢 我越觉得它很恐怖 从这个地方撕开它 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啊 就给各位看一下 它这里是一个内外的一个 上下互相咬合啊 但是我觉得这里 因为它本身密合 密合起来之后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这里打开的话呢 我真的觉得很恐怖啦 我要小心一点把它给撬开来 以往当年在变的时候呢 我是直接很用力的就把它撕开 但现在变的话呢 我觉得有点恐怖 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朝两侧掰出去啊 它这个肩甲 这个双动管节啊 非常的紧啊 然后的话呢 侧边这个 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抠开来 抠开之后呢 你会发现人物的手 其实是藏在这个油桶里头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卡扣 这里也把它给松开 这里 两侧 都把它给松开 然后呢 整个的一个 人家说的棺材板 就背到后面去了 后面这里有一个滑槽 把它给弄下 然后这个 这个背武器的这个 这个 这个卡扣啊 是可以把它给 这个卡的都很紧了 这里推上来 它要斜一个角度 到时候这个背键的时候呢 它是斜一个角度的 那再来的话 这个 这个是变成裙甲 先推到两侧去 再来我们把这个车头的话呢 这里 两侧这里给打开 打开之后呢 这个电镀部件的话呢 也是把它给 左右两侧分开 应该是说 它的整个车头啊 你要把它左右分开 那这里分的时候呢 我还是觉得 这种 这种上下咬合的感觉 我都觉得 现在来掰的 觉得有点恐怖啊 这样两侧打开 中间有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结合点 然后呢 把这个腿呢 给放下来 那手臂的话呢 可以先推出去 这里记得推的时候呢 往外侧推的时候 它其实要推到底啊 推到底 好 然后呢 把这个腰身旋转180度 脚的话呢 先把它给抬起来一下 然后呢 这个头 这里啊 把这个 这个很紧的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玩具 就是这里扣下去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触动的开关 头会 头会飞出来 当年的这个玩具呢 很多 很多的这个 尤其是国外的这个 up主啊 在这个按下去的时候 头都飞出去啊 也是制造了不少的笑点了啊 然后呢 再看一下这个脚吧 这个电路部件的话呢 推上来之后的话呢 把它旋转 180度 推到后面 然后呢 这个脚的话呢 这个 我记得是把这个部件啊 这里转过来 到这边 然后呢 再把这个鞋尖 给翻出来 到这里 好 然后呢 把这个轮胎 转动一个方向 这里的话呢 这个腿部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弹簧部件 它啊 它为了要让造型 完整一点 呃 大家啊 当年的东西 这个玩具呢 大家是 骂归骂了 但是 该怎么说呢 就是 如果你要 跟现在的L级相比 你会发现 这家伙的关节 还真是紧啊 然后各种齿轮关节 还真是 听起来真是爽啊 这个有时候啊 就是这种 还我公道的人呢 毕竟是我自己 是吧 来 这个后面的话 我记得它往后面推 就可以推到底 然后卡住啊 为什么我推 推过去好像没有 没有办法卡住 是翻武 是 太久没有玩了 这个玩具 好 那这个金刚飞翼的感觉啊 当然不是啦 我没有把它给往下面推下来 我难得用这种直视的 这个影片来录 我非常的不习惯 对了 最后就这个地方 裙甲要贴到前面来 然后呢 这个部件 就是可以把它往侧边 往侧边 动一些 这样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 变形金刚 第四级的 标准 Leader级的 OP 这个就是 它的人形态 那它的配件的话呢 就是刚才的 这个盾牌 盾牌的话是比较 没有什么问题啊 盾牌 它这个电镀 建设真的很漂亮 然后后面武器的话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 鞋的一个角度 可以把它 鞋插在后面 啊 嗯 我们的 现在为什么我一直想笑 其实我觉得这一款 就是很亮啊 然后它的脸是一个 口罩脸 而且它的脸是 不能够换脸的 到AD31之后 它的脸是可以换的 在这个是在它之前推出的 所以它的脸就没有得换 而且我发现它的头 这里的这个 深蓝色 宝石蓝 有如像这个 明斗士的明衣一样的 这种紫色吧 其实很漂亮啊 那就感谢这一位 呃 变形金刚的同好 非常谢谢你啊 也是说 呃 可能因为家里头要搬家啦 或者是说 呃 半退坑啊 这些之类的啊 导致于说 有一些玩具呢 他就把它 把它除掉 那其中就把这一箱 给送给了我 啊 那边讲一下 你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齿轮的关节 连手肘都有啊 这样子转动 320度转动是有的 然后 对不对 平举也有 哈哈 啊 手肘也有 脚 前 后 都有 侧踢都有 膝盖都有 呃 好吧 这个十年前的玩具 就 就 就这么回事吧 大家可以去 这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对不对 就是 就是曾经大家骂过头的玩具 但是我现在掰起来 就觉得它怎么 怎么这么有 诚意了 对吧 那当然 后面要给各位看一下 这后面就是非常的丑 OK 甚至有人说你摔倒了都没关系 可以直接直接滑走 直接脱走 好 那还原度来讲 也是非常的有限 啊 这个骑士OP的这个 胸口的造型的话呢 是到了AD31之后呢 才有一个新的 一个形状的出现 那这个肩甲的话呢 当然 呃 骑士科也没有这么大的肩甲了啊 那脚也没有这么粗 Anyway 那 那变引金刚的玩具的话呢 就是不停的不停的在推陈出心 那每个时代的话呢 都有它的代表物 对我来讲 第四季的话呢 是我收集玩具 算是非常开心的一个时间吧 也是同号迷友最多的时候 谢谢各位这期的收看 更谢谢这一位迷友的馈赠 我会好好收藏这个玩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